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結婚 離婚 不婚 考得頭昏 定真 認真 穿真 能假成真 春麗分 假分 緣分 歷歷分分 執唱 飲唱 詞曲 李宗盛 其實呢 冬衣南北大衣生動作 熱身運動 準備跑著火音的馬拉松 快一步要等 慢一步要出現一腳 挺好一腳 你還要衝 結婚 離婚 不婚 考得頭昏 天真 認真 純真 能假成真 真分 假分 緣分 歷歷分分 執唱 印成 四成 快要犧牲 快一步你要等 慢一步还四成 先一跤你要停 后一跤你要冲 早一点你要梦 晚一点你要疯 近一点你要送 慢一点成空 放在里头 放到这里点 对 还挺合适的呢 阿姨伸往后面靠 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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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宇真乖呀 很欣欣 想不想亮了 亮了 动了动了动了 怎么样怎么样 还不舒服舒服 这东西真是不错 那轮子得上下动 还会发热呢 是 这是红外线发热装置 能够促进人的血液迅滑 如果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按上十五分钟 睡眠能特别好 而且第二天早上起来 精神也好 敏秋啊你看看 还是你那心思 我高兴啊可舒服了 这小子挺有劲的 谢谢你 敏秋 谢谢什么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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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好 好 喂 茉莉 妈 我再也不去爸爸家了 再也不去 怎么了 你跟爸爸吵架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哪儿吗 喂 喂 喂 茉莉 喂 爸 妈 我得先回去了 开完会再走 坐这儿 今儿不是没事儿吗 墓里有点不舒服 得回去看看 哪儿不舒服啊 严重吗 没 没什么大事 就有点小毛病 不行 小毛病也不能耽误 赶紧回去吧 有事打电话 那我走了 妈 走了啊 爸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呢 你说这么大的事儿 让他参加个会议怎么了 他是不是这家人啊 不就是开会嘛 我给你开 说吧 俩人开啊 再会 莫莉 哪儿呢 莫莉 怎么啦 看见莫莉了吗 莫莉 她是不是生气躲起来了 就这么批大点地方 她能躲哪儿去啊 你先别着急 咱们再找找吧 叔叔 莫莉的书包不见了 书包不见了 她是不是一个人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怎么都没看见啊 是没看见 咱们不都弄你那按摩仪呢吗 快快快 打个电话 完了 关机了 我去江天门门看一眼 我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我自己去吧 你快去快回 找到他 赶紧给我打个电话啊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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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爸妈闹了啊 宝贝 莫莉 电话 不 展鹏啊 找找买 大篮子 那个 那个 莫莉好像没回来 姐姐 你带我去这儿找找 好吧 房间弄不着 小雨啊 这奶带话啊 妈妈出去找莫莉了 莫莉 莫莉 展鹏 你确定莫莉不在家吗 敲了半天门就没人硬 这孩子你说能跑哪儿去啊 要不咱们在附近先找找吧 还要开车去找吧 灯远鹏 江天岚 你怎么来了 你管呢 你又对莫莉怎么了 让她不高兴了 你看见莫莉了 你什么意思啊 她不在你们家吗 是 她是刚才在呢的 后来一转眼不着 就去哪儿了就 你说什么 莫莉又不见了 莫莉妈妈 你先别着急 别激动 咱们先找找 不是你孩子丢了 你不激动 人家也是好 起开 这 你快上去看看 莫莉到底在不在家吧 我就不上去了 我在这儿等你 行 我先上去啊 快来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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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忘记了那哪儿去啊 你发觉怎么了 我哪儿知道啊 正准备吃饭 一分钟都没有 一回头人没了 又谁得到莫莉的 你又是为了那个女的尸身 别胡说八道啊 这人跟杜明秋没关系 没关系 我说那女儿 却我爸在吃顿饭 什么事也没有 你非得到他去干吗呀 给那女的献殷勤 献殷勤 你看好了呀 人哪 你吼什么呀 你吼 你吼 你都把女儿吼回来吗 你要真能吼回来 咱俩一块儿吼 吼啊 我女儿找不着我吼你 我吵你 你等等 莫莉莉 莫莉莉 你发什么疯啊 你站住 你干吗去 不用你管 我找我女儿 你找我女儿 你上车找啊 你看什么呀 开门 来了 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你救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莫莉呢 找到没有 那个 莫莉她妈来了 她们两个人又找去了 阿姨 那个 我先带小语回去了 对对对 好 先回去休息吧 小语啊 走 咱们回家了 和奶奶说再见 奶奶再见 再见啊 小语 有时间再来啊 来 你又要干吗去啊 我上个厕所实在是憋不住了 都什么时候了你上厕所 喂 韩晓冬 莫莉去你那儿找过你吗 莫莉 莫莉不见了吗 你别废话了 不然我问你干吗 为什么不见了 你别问了 她去过你那儿吗 没有 我叫我 那个张主 喂 活该你找不见 话都不让说完就挂电话 你为什么讨厌那个杜阿姨啊 我不想要后妈 你爸说了 她是后妈吗 还用说吗 我爸对她那么好 我爸对她那么好 还有奶奶 都特别喜欢杜阿姨 杜阿姨以前从来都没对我妈那么好过 他们就不能也对我妈好一点呀 你爸 对你妈不好啊 他们一见面就吵架 我总是看见我妈妈兜兜的哭 跟我爸 每次看见杜阿姨都在笑 其实 我妈要是也有她那么漂亮的衣服 也太漂亮 那还不简单 明天呀 我带莫莉去给你妈 买几件好看的衣服 让你妈穿得漂漂亮亮的 在你爸面前那么一战 说不定你爸你妈 就和好了呢 真的吗 你是不是说 我爸和我妈还能在一起 莫莉 你告诉小爸 如果小爸 能让你爸离开那个杜阿姨 和你妈复婚 你会不会很开心 你会不会很开心 交给小爸 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莫莉 来 尝尝小爸亲手做的披萨香不香 你不许变 吃点吧 要不要给你妈打个电话呀 我不敢 我爸他会说我不懂事 他以前说过 爸爸妈妈离婚了 爸爸妈妈离婚了 爸爸可以再跟我找一个新妈妈 今天我从奶奶家跑出来 为什么没去找我妈妈 是因为我觉得只有你能听我说这些 是不是怕你妈担心啊 想不想回家 想不想回家 我怕我妈妈会生气 放心 有小爸呢 你干吗 你干吗呢 赶紧进去啊 快点 我知道莫莉在哪儿了 你跑哪儿去了 你要吓死我啊 说话呀 我们能找地方都找了就差报警了 你去哪儿了 干吗大吴小教的 不会对孩子好好说话 哪儿都想到了就把你给落下了 说 是不是你这臭小子把我女儿拐跑了 你管我呢 你有共管你女儿吗 你就知道跟那个姓杜的谈情说爱吧 你 我怎么了 ,我出去 我不出去 出去 我不出去 必须出去 现在要出去 凭什么呀 我不 你出去 我不出去 我不家 我跟你说 你先来 老婆 我不要让我走 你先去你妈那儿 我不 你跟奶奶 他只是喜欢毒爱你 我不要拿走 我再也不想见他 你去走呀 刘展鹏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那不是他讲的那个样子 你什么都别说了 走 我走行 你也得走 我走不走你说了不算了 是你自己出去呢 还是我请你走了 你 你啊 你臭小子 你还威惧我了 啊 你敢动吗 我动你怎么了 你再动一下 认识 我就动了 你再动一下 我动你怎么了 你再动一下 我动你怎么了 你走 二球你走 你走呀 你走 你走呀 你走啊 你走 我再也不要你了 你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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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呀 你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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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 你走呀 你走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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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翔东你想干吗 你觉得我想干吗 你明知道茉莉离家出走 我给你打电话 你干吗骗我 你觉得我在外面满世界的 找女儿很好玩是吗 我就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要是不让你们着急 你们随便把茉莉放在心上 就你们大人有瓶是吧 小孩子就没有了 我跟你说我的事 你最好别管 我自己会解决 你能解决得了吗 你要是能解决 就不会有今天了 保佑保佑啊 茉莉啊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赶紧回家吧 奶奶在家里盼着你啊 茉莉 回来了 战鹏回来了 茉莉呢 找着没有啊 茉莉 你到底去哪儿了 你怎么不回家呀 茉莉啊 茉莉啊 别嚎了 找着了 找着怎么早说 人哪 怎么没带回来啊 跟她妈回家了 跟她 行行行 回就回吧 跟她妈回家 你说茉莉找不着 我这心里着急 我吓得要命 我贴两个红纸 我避嫌 董蒋 你跟茉莉说 以后别给我玩这失踪的把戏 我这把老骨头 我实在受不了 你说我这心脏我行吗 她也得给我跟她说的机会 你什么意思啊 大蓝子 你说 要有一天 茉莉真不认我该怎么办 不可能 她身上流着你的血 别动想细想的 我累了 我先休息去了 不对 刘战鹏 江天兰一定给敏秋气瘦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我谁呀 你想啊 茉莉走丢了这么大事 江天兰不闹出点花来 能是她吗 要说敏秋吧 也该冤枉的 你说本来来咱们家好好的 高高兴兴吃个饭 结果饭没吃成 还受了一肚子气 招式惹谁了 没事 我觉得 杜敏秋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不小心眼那就不是女人吗 我跟你说啊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 好好解释解释啊 我可不想找回孙女 要丢老二媳妇 行行 我知道了 打呀 现在就打呀 何如打去 怕我听见 对 就怕你听见 喂 喂 天兰 茉莉怎么样了 妈 你还没睡啊 睡不着 你走的时候又没说清楚 茉莉到底怎么样了 没事 在刘软鹏家离家出走了 什么 人呢 找着没有啊 没事 别着急啊 找着了 你看你出那么大事 你都不说一声 你说一声 我们大家帮你一块儿找啊 我跟您怎么说啊 要爸问起来怎么解释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顾起这个 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没事 小事啊 你不用担心了 早点睡吧 你也早点睡吧啊 折腾了一天了 累坏了 好 早点睡啊 好 天兰 还知道 你能干什么 你干什么 啊 我就在那里的地方 今天的事 对不起啊 没事 也是我不好 太疏忽了 咱们谁都别说什么了 只要孩子找到就好 行 那个 你叫我 你先说 算了吧 还是明天上班再说吧 早点休息 也行 那 那明天见 再见 都是上个辈子欠的债啊 我还叫秦宫老师来家 就真上个辈子欠的 我还叫秦宫老师来家 就真上个辈子欠的 我还叫秦宫老师来家 就真上个辈子欠的 莫莉 你闺女说两句话 宝贝 还追小嘴嘴呢 不生气了啊 不生气 那个 你都生了一晚上 去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候吧 好好好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再生气就不漂亮了 这样 莫莉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 接你放学 整个日一天 爸爸都听你的好吗 妈妈走 莫莉 去那个地方等妈妈 妈妈骂她几句 骂她 莫莉 别走太远啊 用不着你管 刘展鹏 接你的婚去吧 从此以后 莫莉跟你没什么关系 周末你也不用想着她 你可以抱着你的新花 领着你的新儿子 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莫莉不信 江天兰 告诉我 你别跟我玩横着 你太暴力了你 坏了 这瞎狠叫我 怎么了 没事 昨天晚上睡觉抽筋了 看你这样子 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你能睡好才怪的 展鹏 你跟我说实话 莫莉是不是反对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 没有 我觉得是 小孩儿的正常心态 总觉得可能是 自己的爸爸 会被人抢走 这我可以慢慢跟他沟通 昨天主要是赖我 我要提前跟他说一声 说你跟小语要来 就没事了 他没心理准备 那你为什么没告诉他 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的关系 不太好万万别说 没有啊 绝对没有 咱们俩光明正大的 有什么不能说的 都怪我 我就不该训他 你训他 学校是 至于变成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莫莉一直不接受 我跟小语怎么办 不会呢 莫莉嘛 女孩儿 可能心思细点 接受这种事情 需要一段时间 但我是心态大了 又操之过急 以后对待孩子 尤其是女孩儿 还得多点耐心 不管怎么样 你以后都不要对我隐瞒 莫莉的想法还有态度 我希望能够和你一起 慢慢地让莫莉 接受我跟小语 我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现在 问题是怎么能让莫莉 先消了这口气 你是不知道 江天蓝现在不让我见女儿 我连给莫莉 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那更谈不上 让她接受咱们了 这个您应该理解她 我是做妈妈的 我清楚 哪个妈妈知道 自己的孩子丢了 都会疯的 就算是她发再大的脾气 也是情无可原的 对对对 脾气可以发 该吵吵该闹闹都行 但你不能动手啊 是不是 你都 瓜 怎么了她动手了 没事 无 无声 要不然我去找她谈一谈 你找她 就你这样吗 连我她都敢不 不是 你不真要找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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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预设你吗 我就是说有预设我 可能会没有预设你 我还要预设你 我们也要预设你 你明天你能去预设你 我怕你有什么误会 所以想坐下来跟你聊一聊 没什么误会 王林妈妈 我知道你很生气 所以 有一些话 我还是希望你能听我说几句 昨天的事情呢 确实是我和展鹏的错 我向你道歉 是我们做大人的书 你们疏忽了 你们疏忽了 上次受伤 这次出走 你认为下次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 我怨不着 刘展鹏从来就不知道 怎么样去顾及她女儿的感受 茉莉妈妈 我觉得在这方面 你对展鹏有很深的误会 据我观察 她真的很疼茉莉 你观察了多久啊 你可了解她吗 我自己的女儿 想受过多少父爱 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 不管怎么说 我都应该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也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打扰你的生活 包括茉莉 我也没有天真的认为 我和展鹏在一起 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问题一定会有 但是我会很努力地去解决 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 我和展鹏在一起 茉莉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我一定不会这么着急地 让茉莉去接受我 我会试着慢慢地去接近她 了解她 然后再让她了解我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我觉得有用 我们先不说刘展鹏 就说我跟你 其实你不觉得吗 我们真的很相似 在所有的社会身份之前 首先我们都是妈妈 而且不太幸运的是 我们都是单亲妈妈 我想你跟我一样 都应该很清楚 我们作为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孩子 过有多么地不容易 所以 所以我真心地希望 你能够换位思考 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理解一下我 其实我跟展鹏在一起 想要组成一个家庭 不仅仅是为了我们 更多的是为了孩子 是为了你的孩子 你想给你的孩子 找个爸爸 跟茉莉没关系 其实我们也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多了 我知道刘展鹏 跟你儿子相处得很好啊 但是我不希望他 因为疼爱你的儿子 伤害我的女儿 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如果你告诉我 你和刘展鹏之间 还有可能在一起 有可能复婚的话 我会立刻选择退出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 比给茉莉一个完整的家庭 更重要 但是如果你们之间 已经不可能了 我希望你能够真心地 祝福我们 我会把茉莉诗如己出 我会把茉莉诗如己出 这是你今天来的目的 想知道我跟刘展鹏 想知道我跟刘展鹏 会不会复婚 他没告诉过你 我们为什么离婚呢 说过一些 好 既然已经分开了 我就不想再评价他 可能在你心里 他是一个特别 会关心别人的人 他会送你儿子上学 会带你儿子打球 但是在我跟他离婚之前 这么多年 茉莉从来就没有享受过 爸爸送他上学的滋味 他的爸爸也从来就没有去学校 给他参加过一次家长会 茉莉求过他爸爸很多次 想学打网球 可只有上一次 陪你儿子那一次 是刘展鹏第一次带茉莉打网球 虽然茉莉受伤了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和你的儿子 让刘展鹏越来越懂得 怎么去做一个爸爸 你放心 我和刘展鹏不可能再附和 我也很谢谢你 愿意为茉莉尝试亲近尝试了解 用不着 好 你们俩过好你们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目里有我 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一下 我很冷静 你 我跟刘展鹏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将来娶谁 想跟谁在一起生活 甚至再生一个孩子 我都祝福 但是我绝对不容忍 任何人的出现 伤害茉莉 伤害茉莉 说吧 不论杜敏秋说些什么呢 不说什么 你不说我也知道 他以为我谁啊 敏秋 那没出什么事吧 你觉得能出什么事啊 我就担心嘛 所以想亲口问一下 担心吧 没什么事 那那个 姜天岚都 都跟你说些什么了 没什么了 你不说我都知道 他能说我什么好 肯定说是 自从我们俩结了婚 有了茉莉 从来没带茉莉 去过一次幼儿园 从来没送茉莉 去过一次学校 不管茉莉求过我多少次 我都以各种原因 推托没带她去打过一次网球 而且她肯定还说了 她还说 我 坦率地说 你以前对茉莉是很忽视 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对 这我承认 我承认 爱不是放在心里 自己知道就行了 爱是需要做的 需要你用实际行动去关心她 爱护她 你以前对茉莉照顾不够 江天兰有很大的委屈 作为女人我非常理解 但是我不会因此就觉得 你是一个不好的男人 因为在我跟你相处的 这段时间里 我看到了你对茉莉的爱 看到了你对小语的爱 我知道 你正在慢慢地学习 如何扮演父亲的角色 是 我在表达感情方面 我属于慢热 我不太善于表达呢 你和江天兰离婚 离婚的现实 让她把对你过去 所有的不满都在放大 我知道 无论她说还是不说 她都忽略了很多 你们离婚的其他原因 所以你放心 我不会觉得你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也不会因此觉得 你跟我咱俩在一起不合适 从情感上我非常理解天兰 但是在理直上我不认同她 我觉得这样人为的各段 你和茉莉之间的关系 这样不好 会对孩子的成长 有影响 就你能这么想我真的我就 我就 我就踏实了 你放心 为了茉莉 为了你 也为了小语 我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做 好 马上吃饭了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有点事 有什么事啊 说 我约人吃饭了 晚点回来啊 约的什么人哪 我认识吗 你说你现在怎么还插上岗了呢 我一个堂堂国家干部 退了休了 连点自由都没了 我不是关心你吗 谢谢 拜拜 搞得神神秘秘的 我懒得理你 谁啊 怎么是你啊 有事啊 我来接你 一起去活动中心 你看今天我 我这儿正有事忙着呢 那个 我要出去买菜 今儿我都不去了 不去了 你昨天也说你去买菜 你们家就你和展鹏两个人吃饭 怎么吃这么多菜 管那么多闲事管着吗 愿意吃什么吃什么 干干话干吗去吧 我这是忙着呢 走 你还是去吧 你又不去 那我没舞伴了 那你自个儿跳 我 又不跟张老太跳 张老太哪儿行啊 还是咱俩跳的默契 你说咱 行了 你行了 别磨叽了 我跟你说 你再磨叽就换舞伴了 好 你 我以后你就天天跟张老太跳 我 走吧 我 烦不烦啊 不是让你走了吗 让你走了 听见啊 你烦不烦 听见啊